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你好! 今天《赫爆香港》又和大家见面 同样的有 单重佳 和我方奕林在这里为大家主持今天的讨论和分享 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壮男上来 两位其实都是教育界的 等待他们介绍一下自己 在大专教育方面 他们也有了很多年 帮忙做大专教育 教育不同的学生的经验 今天我们的主题 都会谈谈香港大专教育的问题 除了政府资助之外 现在有很多课程 可能学生都需要用自费 用自己的资源 自己的财政去支持自己 去进修大专的课程 究竟整个局面是怎样呢 发展将来又是怎样 有什么问题会带出来呢 今天我们都会充分的时间 我们可以唱所欲言去唱谈 首先我交给两位介绍你自己 先给阿舒 我叫盧錦书 在大专教育由1990年开始 做到现在 主要工作就是 带一些实责学生 或者想跳拖 现在这几年 就在私立院校 自负盈规的课程中 从事全职教育工作 我叫陈柱峰 其实是阿舒的同事 之前在成大 教过全时间的 学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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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就在教学生学生学生 师子申报 其实两位都是我现在的同事 我们都在一个所谓社区学院 应该都是香港 因为它是香港比较有名的学生学校 主要装副学生学生学生 阿舒和阿Thomas 我想问一问 你两位alla 这些就是联招 所謂派彩派到 通常給大家了解一下 我們現在每一年有3萬多的人 是考A級的 考高考 而高考當中放了榜之後 能夠達到基本報讀香港政府資助學位課程 的數目大概有2萬多人 每年都 但是政府資助的學位 應該只有1萬多個位 應該有1萬4千多 但是有些國內學生來 大概會有1萬3千多的位 只剩下那些 他們可能要找其他方法 去繼續大專的進修 兩位都教過 A級入讀大專的同學 他們在讀大學位的課程 是稱呼之助的 現在既然教一些 就派不到 可能僅僅派不到 或者總之 可能去高考之後 英文剛剛不幸 不合格 又或者根本沒有2個高考的合格 沒有2個A級過程 所以他一定要讀一些 副學士或者高級文化的科學 兩批同學 其實你們這麼多年的經驗 有什麼不同 很特別的感覺 從高考可以直接到大學 他們感覺上很有信心 但是說話 我上了岸 去到大學之後 有時會慢回來 其餘的時間 他說我要享受一下人生 或者經歷一下其他經驗 那處境就逆轉了 而副學士那群學生 拿了一個感覺 進來我們學校讀書 他又過得黯然的 在第一步 黯然在於我考A級好 考得不好 我不是成功了 對 給自己感覺到 是失敗的 但是這個很好的機會 在這裡兩年讀完之後 他告訴我 我昂而走回我們學校 過渡期間 在這裡找到自己 那是否能打一些 還是能組得 鬥心是否強一些 他再進回大學 如果再進得到 他鬥心會強一些 他說會讀書 會比較努力 不過仍然有一些缺陷 他說可能語文程度 沒有人那麼好 自信心可能不夠 不過他會很努力去克服這件事 在早一兩年 大學的同事告訴我 現在的兼職 或者學生去到他們那裡 那些GPA 追過是全職的學生 即是聯招派位的學生 他又自豪 那些學生又覺得 我不錯 可以在這裡找回自己 後發先至 是的 湯姆先生的經驗是怎樣 其實我的印象又和書 其實都差不多 其實他們不能夠直接讀到 UGC分類的DV program 都是因為 可能剛才說的 英文不是太好 其實是考試能力 有些可能不懂得考試 你知道A級級的時候 其實是考試技巧 沒有人那麼高 其實有些人 有些學生很厲害 剛剛有位同學畢業的 他UE英文是拿B的 其他肥了 可能有一些特別的原因 跟同事談起的感覺都是 其實他們能力上 分別不是那麼大 可能UGC分類最上級的 那10%的人 可能比其他人更厲害 但其他其實差不多 其他差不多 但鬥心好像有點不同 聽你說有機會入到 政府資助的學位課程 那他聰明 或者聰明 但個人就鬆口氣了 可能有些就是 先氣一下 等於我們當年讀大學也是 即是 人們寬進嚴出 我們不是 嚴進之後便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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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會繼續兩年 我第三年 什麼 藤雞花開 我才開 第三年藤雞花開 事實上也有他正面那一面 因為在大學的生活 有很多校園的生活 這些學生可以很充分地享受 他可能個人的成長 他的建立會更多方面 但如果讀書的鬥心 其實那群入不到政府資助的課程 讀所謂自資的副學士 如果他真的想讀書 其實那群入學就很強 他們強成怎樣 你剛才說到 他初初入學有一點點黯然 我僅僅派不到 但是他又有些鬥心 那這群同學你們見到 我想他們在讀AD的時候便便很勤力 因為還未想到大學 所以他們很勤力讀書 即使去到 上升到讀Degree的時候 他們的成績 我的印象就是 超過A級的職業升上去 超過中七成績上去 是的 因為其中一種情況就是 軟入中七升上去的同學 他們都需要一些時間 適應大學的生活 但這群人不相同 他們在讀AD的時候 已經適應了一段時間 以及一年 還有讀書 有些東西是認識 但其他同學未必認識 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是否我的印象是沒有錯 其實大家中七 一些是三年 接著有些是二加二 到畢業的時候 副學士那班如果再接到的時候 一般來說是多了一年 分別是這麼簡單 個人又成熟一些 我想這裏都給我們看到 在香港有些人很強調大學教育現在 或者包括一些副學位課程 大專教育 應該盡量給青年人有第二機會 即是給了第二個機會 沒有理由一死定生死 特別是我們政府資助的一部份只有這麼有限 我們只有18%的青年人 是有所謂資助的大專課課程去讀 包括學位課程 但也有些人說 其實香港現在普及了大專教育 其實水平底座 不夠精益 特別我又聽到一些老闆說 即是我們舊人指教育 現在有些人沒有那麼厲害 其實究竟兩個說法 好像都有他的道理 你們是怎樣看 包括外線總監 你們是怎樣看 要公道一些 以前入大學 百分之二 百分之三 即是我們 即是我們 我是百分之二 我們那一代 是的 我們百分之二 三那個年代 你如果用現在香港百分之二 三來講 跟以前百分之二 三來講 都是同樣打得 你用現在的百分之十八來比以前百分之二 三來講 又不公道 即是這個不是蘋果一對蘋果 還有現在香港在香港本土大學畢業那些 有不少的 客觀點這樣講 我就這樣講 不少在中五以前 或者由中五一路到中五六到 現在香港條件好了 走了去別處那些 其實就不少的 而走了去別處 加上那些客觀條件 家企等等加起來 資源等等 其實可能是等於以前的 不少百分之一 二的人 即是說 其實就是今天的所謂大學畢業的精英 就不能夠跟我們那時候大學畢業的精英比較 因為現在大學畢業精英有不少 可能在未畢業的之前已經走了 在這個教育系統裏面 所以就不應該比較 不過我覺得這樣 現在那個通病 如果從雇主聽回來的通病 不如講一些現實一點 我昨天就跟一個KO吃飯 即是都是坐坡 即是Recruitment那些AO的食飯 那我問他 現在的AO請了AO 是不是很多人在外國回來的 他答案告訴我 不是 跟我的印象 可能在外國讀書裡 中文不得夠好 即是不是 他說仍然是本地那幾兩三間大學 他們有個特徵是甚麼 一 可能他們家庭的背景 不是很Sharp的家庭背景 但那班讀書是聰明的 即是考得AO 都是聰明的 都是在香港大學裏面的最高1% 但不是說外國回來的那班 其實那個故事是甚麼 其實你得的那些 始終都是有機會的 不過可能他們在香港得的那班 他們本身是聰明的 但是他們的聰明 即是他們的見識 你知道現在很多那些中產 中二中三已經頂著女兒去外國 有學團 去到中五中六中七 大學畢業的時候 不知道有多少地方 但那些可能很聰明的那班 未必家庭背景那麼好 答案很簡單 第一 不可以跟蘋果比較 只有那些始終都有機會 你們兩位接觸比較多 未必是那1-2% 還有我自己的體會 在我們現在自資課程裏面 有不少都窮 即是做足兼職 才能捱到那些學費 那幾萬元一年的學費 你們覺得這一班是怎樣 即是在那1-2%之外 可以的那些一定是可以的 現在這一班是怎樣 即是少少關於整個大專教育的概念 我的看法是說 有能力的政府就是比進多的人 可以有機會到大專大學 而剛才所說 真是我們同學 多數都是在做階層 原因是起步點 跟其他1-2%的那些是不同 那些可能從小小去遊學 他可以找一個外國小朋友 跟他講英文從小小 但我們那些不可以 可能講粗口很大 在這樣的經歷 我也粗口由你粗口 是的 在這個過程中出現什麼呢 就是出現要靠自己 靠自學 有個學生他告訴我 我從中六、中七開始 我沒有花過家裡一分錢 已經開始要找補責 自己去賺錢 到大專全部靠自己的錢 靠借政府的錢去支持自己 但是他還告訴我 我沒有借政府的錢 靠自己 這個本事 因為你借政府的錢去畢業的時候 還得很高 是的 很高 其實我想現在 當然我們未來年是三三四 開始新的 我們現在收入高考進來的那班 很有趣 他們在中五畢業之後 其實他們是贏者 他們有餘科讀 其實八萬多人會考 只有三萬多人讀 他們是贏者 起碼有十多分才讀 下完高考就變成贏者 就因為派不到 但其實他們的能力 基本上應該是自己肯定的 因為他們是八萬多人屬於聰明的那班 不過呢 除了剛才提到的情況之外 還有一個麻煩 就是過去這幾年 這十年八年 有一個很重要的中學的語文政策 影響了我們這些學生 這個中中和英中是一個很麻煩的問題 一來到大專很多要用英文去學習 但我們很多學生 是未試過用英文去學習 香港有八成以上的學生 在中中去長大 Thomas 你覺得這個有沒有影響 這個是 我想看看在哪些大學 如果你可能 我在成大教過 都有英中 亦有中中學生 中中學生的特色是什麼 就是 其實他們A級成績很好的 因為他們用中文考 所以A級成績可能好很多 但是一讀到那些科目 要你用英文做表演等等 那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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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想未差到 他們說 升不到班之類 但對他們的心理打擊很大 因為中學很厲害 其實在中中裡面很厲害 最少 是中中狀元來的 可能是中中狀元 可能會有這樣的問題 那 去到副學士 你覺得副學士 是不是副學士都是中中多 副學士都是中中多 也是中多 即是英中很厲害的 那些都去了 政府變成派到位 對 如果英中差一點 那些可能是一時失守 那些 所以大部分都是中中學生 我想他們的基本能力 真的沒有問題 純粹是 語文的障礙 因為他沒有機會用語文去學習 即是有整個中學的世界 這個問題我覺得 值得我們再去探討 為甚麼呢 有個同學 他畢業了 他當初選擇我們的程式 他說因為 當時都可以用中文教 中文教功課 他在副學士都不懂得厲害 在副學士 繼續升學都不懂得厲害 他都有讀學士 但現在他說會考零分到 現在他在讀這個理工大學的 社會工作的碩士 他說我讀書 竟然可以過三 可以教英文 這個歷程是需要一個轉折位 怎樣幫到他有能力 只不過轉折位 如果被他發揮不得到 語文章外了 這個就是 原來教誌之課程 有這樣的故事 會考零分 但是讀副學士先修 例如副學士 去到一個所謂的 所謂的涵志課程 然後現在就讀了Master 但他是由一個 完全對英文恐懼不行的 走上來 但這條路就很長 我們這個社會 是否應該要給多些機會 讓青年人可以走多些 這樣的路 這就是所謂的 第二次機會的問題 我們有給多少機會 給我們的青年人 這樣 我們現在香港自知的課程 越來越多 但也有一個看法 就是特別關注 例如副學士大聯盟 你現在因為政府的吹谷 特別是董建華那時候的吹谷 即是我們叫做大專八萬萬 即是要60%的青年人 有大專的教育 我們出了很多 但質素很難保證 即是很難保證 我們有很多所謂 真的檔次低一點的大專院校 不過Andy 可以說一下大數 如果讀書讀到中五 就八萬多 然後到中七 現在中七就三萬多 然後入到大專的 入到大學先 政府資助的 就是萬松 一萬三千多 那是四千多 即是八萬多基礎 大概都是十萬幾 現在十八百百百百 我想問 上升那裡 大大的有多少 就是讀完副學士學位 可以混合到這一個 我提供一些資料 大家可以說 一般扮得好的副學士課程 例如我們那一間 扮得好的副學士課程 其實有七八成的學生都即年會升到Degree 但他升到Degree是這樣的 在這個升到Degree裡面的人 其實大概有四分之一的人 或者是三分之一的人 就是會入到政府資助的學位課職 這裏有兩種 一種就是每一年政府都會撥一些錢 是給一些所謂高年級入學位 即是你說二加二 他在二年級入去 就是三年級在二年級入去 但如果有部份的同學 其實是由一年級去讀的 因為每一年政府資助的學位 都可以有一部份的學員 不給那年的聯招 給非聯招 這些學生可以報 那這些學生即是二加三 是的 現在三 另外他們可以讀一些 所謂自負盈規的 即是沒有政府資助的 TOP UP degree 這個大學本身會辦 大學的學系 另外也有很多其他的學府 都會辦 甚至有些是聯途海外的大學 即是有些專業計劃 可能是美國某間U的 透過香港 或是香港一些校外課程部 不同的院校的校外課程部 搞的 那麼我們加上這些 在這裏就會有相當多的 即是銜接的學校 香港有書讀的 讀完副學士 問題是讀哪個檔次的銜接學校 但在當中 其實只有四分之一 是政府資助的 即是讀完副學士 讀完副學士 有四分之一 應該是這樣 在讀完副學士 而升學裏面 有四分之一 就是這種非政府資助的 選擇 成功法 但那些可能是兩年 可能是三年 那些大數是兩年 有些是兼職 有些什麼都有 你可以說一下那些是什麼課程 即是那些自資金 上級級 這裡可能需要說一點 雖然不是UGC資金 但是如果你是全日制的 大部份都可以申請Gran and Loan 其實可以申請到 不過就是剛才 Andy說的問題 有個檔次的問題 總是覺得UGC資金的程式 檔次比較高 都是那一班班的學位 學生也好 家長也好 在外國讀書就很不一樣 那種書也是大型 沒有說明你是自己資金還是政府 沒有分別 香港有一個心態 是覺得政府給錢資助那些很厲害 其他那些 跟外國不同 美國私立大學很高檔 可以是吧 還有UGC資助的程式便宜一點 那是四萬二的一年 我們在西方發展程式的程式 即使有關閉門之類 都在說七萬要什麼一年 一到大學也要十幾萬 通常一個副學士大概是十萬左右 即九萬十萬 再到一個十幾萬的等級 即是二十幾萬 即是二十幾萬 即是四十萬賣單 三十萬賣單 即是三十萬賣單 即是三十萬賣單 即是若減山讀不到中七畢業 中七讀完那個Avance Level 即是入不到政府資助學位 接著迂回便三十萬賣單 但如果你讀到 都要加十幾萬賣單 三年每年四萬多賣單 都要加十三萬賣單 十二三萬賣單 但另外就是他們可以有一個低息賣單 即是如果是政府資助的課程 他們另外其他課程所借的賣單 就是內面測試 但算是高一點的 即是高一點的 所以這也是一部份的學生 他們要同時賺錢 所以part time 是否大家 即是系統都要檢討一下 其實這樣說 即是公不公平 即是很難去界定什麼是公不公平 入到所謂的大學那些學位 其實將來可能 我有個感覺可能錯 即是找工作做可能很滴滴的 於是還款能力又快滴滴的 如果你那些副學受委 又再上升那些 哇 真的 搞六三十歲 現在三十歲還沒還債 是的 這個也是其中一個情況 就是揹著周身債 副學士畢業就揹著一決債 接著不滿業之後就揹著很多債 遲些出來工作 遲些出來工作 這個對學生 特別很多學生本身 自己出身的階層都不是很高 即是家人不會給到很多支援 其實他們都是很吃力的 是 還有我們有些學生 都在尋求自己的成就 譬如在我們那裏讀副學士 但這個副學士 不是很期望讀的 可能他要去第二間學校 讀一些期望的學位 假裝是副學士 所以可能他用了四年的時間 都是拿兩個副學位 那付出是多 但最後回來的回報 他覺得不是跟他付出是相等的 即是香港現在似乎有好 聽你們說好像機會是多了 但是背後的支援 以及整個架架 其實不是很配合一個知識人經濟的社會 但是我們很短時間 我想短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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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當時政府是怎樣不罵 政府又不行 錢真的很多 香港排排幾百億 現在排排六千萬 我經常覺得一個政府是要搞幾類人的 搞老搞亂 即是老 沒辦法大家要看數 不然你睡街 當然有條件那些不用政府搞 那你老一定要 第二亂 亂其實說真的 大家都知道 教育改變一生 教育是最重要的 但是現在你這樣說 真是九萬幾個 即是怎樣呢 你又說得很對 話略很多 但是問題是 計算成本 計算迂回 好像剛才阿舒這樣說 我科學士位 還有一些我想讀到的 其實要再讀完這個 才轉過去讀那個自己心儀那個 讀完心儀那個 才起步進去大學 真的搞得到一條 這條龍 原來不是一條直龍 是一條曲龍 上半場我們談到這裏 下半場回來 這條曲龍 還要面對一個很大的挑戰 明年既有高考畢業 又有我們第一屆 334的高中畢業 而且牽涉的同學 特別在334改屆之後 那個同學人數是多很多的 我們下半場回來 繼續去暢談這個 大專教育的問題 射爆香港 下半場見 繼續和大家暢談香港的大專教育 繼續和大家暢談 香港的大專教育 繼續和大家暢談 香港的大專教育 繼續有 海豬家碧俊 謝謝 海豬家碧俊 我們有這個 舊制的所謂高考的學生 有三萬多個學生考高考 我們有一位同事 她的女兒就是考高考 另外 另外也有我們第一批 在新的高中學制 所謂的334學制裏面 到中六 夠中了 考第一屆的中學文憑士 為什麼我提這個 我的小兒子就是考這個 所以我和我的同事 小兒子其實是差一年的 但是同一年一起 爭取這個大專教育 在明年來講 2012年政府有兩套資助的學位 一套就給舊子 一萬四千左右 好像比新的那班 有些人搭尾班車 有些人搭頭班車 一齊開車 政府資助那裏是雙倍的 但是問題 我們剛才也看過 有很多的學生 無論是高考畢業也好 將來是文文考試畢業也好 他們其實可能是讀到書 但他們不會有政府資助 這一大堆人所爭取的 都是我們現在的學校 所以明年如果政府派不到位 就好論盡了 你們覺得這個情勢如何 即明年 情況 是不是真的這麼慘 更加擔心的是 現在導演副學士的學生 會不會受影響 因為政府要擁有兩班 很大班的考驗A級 以及新學生 還要找這位 即是已經 現在讀的學生 我用市場的角度看 明年對副學士的 demand 一定是大責任 他們有沒有機會升到去讀大學 他們說現在正在讀的那班 現在正在讀的那班 即是有的資源都可能照顧了 可能大家看的不同 如果對你們正在教的 明年不用擔心 明年的需求 慢慢升 因為以前 我想一下 以前八萬幾 一到中午的時候 現在篩了五萬 篩了五萬 那五萬就已經 叫做不好聽 就是要他們找工作做 這樣 然後剩下三萬才去博 博了 然後篩了一半 不是篩了一半 三分一 多些 便離開讀大學 然後剩下的才去 那個叫做 博士 但明年不是 明年當然有些 叫做不合格的 就不能去博士 即是明年 起碼分三批人 一批 一聲 便有機會入大學 一批根本未到水平 但未到水平 到水平 又未去到入大學 我相信明年 一定會多 三萬幾 只是新高中那班 是 可能 舊高中還有一萬多二萬 即是一樣是到水平 即是明年 其實打入庫學士 都是打崩頭 都打崩頭 明年是一個問題 政府就希望各大院校 盡少社會責任收多少少 但地方是一個問題 因為政府批中的校舍 基本上間間都大致 都幾飽和一下 所以明年是一個特別的 過度的一個困難 困難的問題 另外就是新高中那班 其實都很擔心 因為他們沒有考過任何的公開試 沒有經過會考 沒有 所以一般的大專 都發現 明年那些學生 提早來報名 我都不會收你 我亦都不會被有田檢取龍 因為以往我們有些 叫conditional offer 你來報名的時候 可能你都未考高考 不過你的interview 有多好 我給你一個condition 你高考 你去到這個成績我收你 但明年就不會有這支歌仔唱 因為人數太多 所以明年是很大批的學生 會帶著很大批的 很大量的uncertainty 不知如何去經歷這個暑假 我想明年就是一個這樣的情況 是嗎 這是我很強烈的擔心 為學生而擔心 即是今年的處境下 在A-level進來我們的同學 已經是我們收爆了 然後還有些可能找不到學校 但明年我們相信 學位不會增加得多多 剛才所說 我們已經是飽和了 一些地方 餘下的新高中學生 那些去哪裡讀 那些一定會變得遲算少少 因為他們放榜也遲兩個星期 新高中放榜也遲兩個星期 是 比舊的A-level 明年是兩個放榜 是 很麻煩的一件事 即是A-level 即是傳統的中七畢業 那些就是早兩個星期 就是六月尾放榜 但如果是收學生 那怎樣計算 那就是分兩批收 可能會預留些 預留些比後面的 但一般的院校都會覺得 舊高校那班其實是厲害些 因為他讀多年 個人都大些 新高班是怎樣 真是不知道 那班新的那班 真是用唐英年那一句 他丟一丟 都有少許這樣的感覺 其實明年真的比較麻煩 後年就很麻煩 後年就很麻煩 後年就洗牌了 一年就算數 這樣算吧 五萬多 以前的下降 我想是 我猜都要有三四萬左右 會報這個 這個 其實我們預計 如果八萬多 當然這個八萬多數目 隨著未來十年會慢慢減 會可能到七萬多 六萬 但我問你 八萬多裡面有多少個五波齊全 我們這樣的 如果在新高中 就是我們計一二三四五級 二級叫合格 如果能夠報到副學士的 基本上是五個二級 五個二級 即是五個二級 我們估計 其實應該那八萬多 裡面有五萬人做到 嘩 但政府資助的行額 五萬人做到 那新高中 我們當時有十萬三 被人黏上去 是十萬五 當久 十萬五黏上去也有三萬五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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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是明年 一個混亂的情況 而政府呢 他做的貢獻 就是說 他雙倍了政府資助的行額 因為他兩邊都有 但是 但是呢 政府沒有資助的那一部分 是不是雙倍了一年 一年而已 之後他又每年只有十萬五 即是第一年他會有 即是因為轉接那一年 他雙倍了 是呀 所以明年會是一個很混亂的時期 特別如果有人在看這個節目 而你有親戚朋友也好 你自己的孩子也好 是第一屆 好像我這樣 第一屆的小孩 會是行這個新高中畢業的 考中六這個文憑士的 就要早點去做 如果我的兒子 還在香港讀書 他應該是 你小兒子一年 就應該是第二屆 第二屆 第二屆 都要經歷同樣的事情 不過第一屆慘一點 第一屆因為 頭班車和尾班車 同一個時間左右 所以是一個難化的問題 他提到一件事 有些人也提過 就是說 我們這麼多人要讀大專 政府資助的行額這麼少 大部分都用自己的方法 雖然你可能有貸款 但是貸款要還的 但是沒有人都用自己的方法 去籌期 去找資源去讀書 政府好像對這一班 對這十八個百分之外的學生 就好像沒有什麼支持 即是沒有什麼支持 我們現在看到幼稚園 都有學卷的制度 學卷的制度 在社會上 在世界上 都是一個旁邊的制度 這方面你們怎麼看呢 有沒有學生提出過這個要求 或者有其他同事 或者在這個界面裏面提出過這個要求 同學經常說這個問題 即是他說我起步點 未必是比人差 只是那個機會給不到我 是進不了大學 為什麼我因為一次考試 進不了大學之後 所有的尊重都沒有了 因為現在大學位 可能成本都差不多十萬 政府中貼了十幾萬 但是我因為考試不好 所以一毛錢都不中貼 他覺得很囂張之餘 就很憤怒 想和有時候我們討論 他計算完數 雖然我考得不好 我也是接受 不過也期望政府對我有些關顧 學卷其實是一個值得可以考慮的地方 他說不期望很多 但是三幾萬元 幫保他現在的學費 繼續升學的學費 可能對他也是一個鼓勵 其實大專學卷也應該去想想 其實我自己這樣看 可以的那些政府的範圍比得最多 客觀一點就是 不可以的那些 就怎樣呢 完全沒有 政府現在的制度相對比較拔尖 保底就不足 因為如果你不要說我們以前 以前我們差不多好像 入到大學已經鎖定飯碗了 沒錯 就是不用說偶閉 都要做的 很偶閉 不過可以 就是你要穩定 身體健康 慢慢正正常常做就OK了 但是現在你想想 就算現在那些大學畢業 大學畢業都要關人工 關人工很多 都要持十來萬 反正中畢業都要持十萬八萬 可能欠二十多萬 欠銀行還錢 說還五年 每年還幾萬人 而他們現在畢業出來 不是很高人工 沒錯 但是你想想想 如果我讀副學士學位 第一 計年數我多幾年 沒有面試 簡單來說 利息比較高 總體加上讀的年份 也比別人多 簡單來說 一個科學士 配合上讀大學士 加上來說 譬如說 你一個正常的大學生 立即入那些二十萬債 那些可能隨時要三十萬債 你想想 畢業多久 五年還五六萬元 嘩 都幾禁 一畢業的時候 如果父母沒有支持他 父母沒有支持他 如果父母不支持他 差不多半工資 要玩 對 所以有時候會令到 即使現在有大專教育的人 在讀那些 可以算還錢 還要算等樓 因為不敢想 等樓 但他已經拿了一個電瘀 即是拿了一個學位 不要再把問題複雜 要說一層樓 現在樓樓 逛逛逛逛一萬多公尺 我也不知道怎麼買 所以那個好像沒有出路 好像那種屈門在這裏 這個就是奧述性 好像沒有奧述性 好像沒有奧述性 你們接觸的學生 其實他們對將來怎樣看 他們對將來的 期盼 有沒有期盼 以前可能有期盼 但讀一下 他越來越暗淡 為甚麼 因為他明白社會多了 學問多了 對社會了解多了 政府對他們的幫助 或者是未來 都越來越暗淡 所以有時很囂張 但在你接觸裡面 當然沒有甚麼指標 我猜 多不多父母是支持他們的 他想支持都支持不到 有很多支持家層 其實他還要去賺錢 去公養家 幫家居 讀份呼吸收書 就可以找兼職 有時還要給家居 給家居 而且有些人可能要申請關閡 可能他父母沒有一份固定的工作 擔保他都有問題 所以借浪面稿都不行 有些可能會有情況 現在這個制度 不是很支援低階層 反而 當時我和你讀書 我們同一個時代 在香港有兩學 雖然我們是要爭生死的 一百人只有兩個三個 可以入到大學 但是很窮苦的人 是可以讀書的 我畢業 我到大學畢業 我都未花過媽媽的錢 即是剛才你說的 很貧窮學生 經歷我都有 我第一 我很穿長大 第二 我就是 我讀大學 我中四以後會問媽媽拿錢 中四以後 即是全部補習 自己搞定 讀大學的時候 有關 也有空 到大學的時候 也可能有些秘密 每個人都有 已經不用問媽媽 即是母父 媽媽拿錢 真的 而且學費 可能很便宜 學費當年 還有關鍵的 關鍵時容易 我沒有交過學費 我們說自己讀大學 我不會找不到補習 只要有些人求我補習 但今天 你說自己是大學生 到處都是說 你找補習都沒有那麼容易 即是現在是這個支持 其實學捐是一個 我自己個人覺得是一個值得 即是其中一種支持的方法 因為我計一計 一個學生 如果能入到政府資助的課程 其實政府是超過十萬一年 十幾萬去支持 一個學生的成本 我們計算過 大概是十五至二十萬 看看你讀什麼課程 即可能讀醫生會比較貴 學生加四萬二學費 其他那些就是政府補貼 大概兩成 但是如果其他那些是沒有的 可能現在的同學都在說 你不用給得多 你給那個十萬 你給兩萬我 即是每一年 兩萬元學捐一年 或者一萬元學捐 兩萬元學捐一年 如果我們當三萬課士 現在總共課學士 那麼多更多 我想全部計算 如果是自資的課士 就沒有三萬 應該兩萬多左右 我當二萬五 一年才是五億 是吧 差不多 即是有兩萬元一個 是吧 五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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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以政府的開支 其實這個不是很高 我們派錢也派到 五億 派錢也派到 當然 我們也可能 初初不用那麼多 但是對各個學生來說 每一萬的資助 其實都是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支持 又有人說 不過我們轉換話題 就是 現在這麼普及教育之下 其實就令到他們畢業 在市場上面 找到工 的薪酬等等 其實都是拉低了 其實現在大學畢業 或者大專畢畢業 如果你副學士畢業 就像是同學 那樣找些工 大學畢業 就像是同學畢科 找了些工 其實現在因為拉薄了 你們認識的同學 畢業的同學 他的經歷是否真的 如果副學士不升學 真的去街上工作 是否拿中五的薪工 可能有些同學 可能會去NGO做PW 其實PW就好些 因為講到明 八千元一個月 即是一些社會服務團體 裏面的項目 那些可能好些 入商界可能更低 對 商界有 最低工資 可能做地產代理 有些學生都做地產代理 其他有一本是做Clar 我想都是過元七八千元 最多都是七八千元 可能不幸運 真的五千二八十元 那你們覺得是怎樣 原來讀完一個副學位 在香港現在畢業 是拿最低工資 做清潔的人 都是拿最低工資 即是他的感受 是否真的拿最低工資 讀書來做甚麼 他的感覺就是 有一個基礎 因為他出去賺八千元 都不介意 因為他可以拿到一些經驗 也在學生看得到 要有工作經驗 才能夠累積到 將來發展成本 有同學讀兼職 他讀三年兼職 讀完兼職 拿了教育後 他起身點 給一些全職高 也有同學經歷 他拿完教育後 因為他過去三年做兼職 所以他可以在一年之後 拿到一萬百元的工資 他覺得很厲害 這是一個過程 他累積了一些工作經驗 然後這些工作經驗 雖然他可能初出來 真是八千、九千元 不過你讀書 你就有機會 不讀書就一世八千 他看到自己有向上的 雖然是辛苦的 這是一個很大的讀書動力 是 這是不是少數 是否你特別見到的勤力 一般的青年人 是否真的這樣 香港青年人經常被人說 就是淡米色色 又鹹鹹 你們覺得呢 是否真的這樣 還是你覺得 都是有積極的一面 這是不是 剛才我和我代表所有同學 當然未必 但一樣的處境 就是他們都是有正面 因為他讀多了書 即是覺得自己是掌握得多了 明白多了 相信將來的機會是多了 當然同學也考得不錯 在大學三點五畢業 但過去一年 他說我做兼職 但仍然都覺得 因為他讀了書 令他覺得 將來都是正面多過負面 其實基本技能 或是工作的態度 都是比較好的 相對於中午畢業 那麼幸運 又找不到書讀 是有些分別的 還有另一樣 還有副學士 如果他做回一些相關的 找到一些相關的 無論是兼職或是兼職去做的話 發展機會真的大很多 不過現在的問題是 剛才提到 現在政府就說要取消 如果這裏取消 我想對於 副學士畢業的同學 要找工作是很大的問題 有些同學可能升課 都是讀兼職 或者他還要找兼職 或者是兼職的工作 善中嘉 我問一下 如果重回一個 因為你接觸商界多一點 他們喜歡當時的精英教育 然後有一大班人 其實可能是高中畢業就可以了 而是喜歡每個人 都有學位 或者是至少讀完十幾度 究竟現在僱主期望的 能力力力力量是怎樣 看你什麼工作 但我猜僱主還是希望什麼 希望是奇奇利利 這張人很聰明 什麼叫奇奇利利 最後 入場卷是難的 入場卷是不需要的 就看你打不打得,打不打得就是看你做事行不行,工作態度,聰明不一定是最重要的,工作態度很多時候是更加重要的 當然了,你最好最好又聰明又聰明,亦都要工作態度,講完是不是很廢話的事情,不是的,不同的工作就是目標不同的人 你知道現在暑假,如果暑假大家隨便說,一大批從海外回來的學生,讀大學那班,第三年升第四年,甚至有部份聰明的第二年升第三年,透過各種關係也好,就已經霸佔了一堆心理委員 就是實習,實習,是的,這裡大家暑假的時候已經開始爭取,就是拿著實習,這一批可能是一些比較清晰的工作,例如在銀行裏面做,金融機構,政府的深藝委員,這一大堆就是怎樣呢,不少是在海外回來的那班學生, 不少那些機構,亦都喜歡這一班,爲什麽呢,亦都因爲,我叫你寫一些東西,就快出去寫懂,英文也可以,不用,坦白說他,現在我們香港有些大學生叫他寫英文都很新,不太重,不太重, 第二批的工,可能他沒有了這些經驗,就算你在銀行做,銀行有幾類工,聰明的那些是MT,管理訓練員,沒有那麽清晰的那些, 那些是Customer Service Officer,也好,不同的Technical,也好,有一堆,這一堆都沒有,就是第三批那些,好清晰的那些,當然是第一批,香港本地大學畢業的那些,就是第二批,很白說, 就えいこう,我這樣說,anne Male Speaker 出來那班,不是沒有機會的,不是沒有機會的,你只要搞定那些,是第三批工裡面那些,第二批尾,或第三批工那些,你打得的那些,你都是有機會的,不是,社會是沒有辦法的,是要自然有分層的,因爲很簡單的,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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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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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未見人開始就寫了一輪 第二輪的《Paper Screening》 過了之後EQ、IQ 測試過完之後 第三輪之後 進行工作室、表演 搞完一輪之後 已經分到 那個遊戲是這樣 問題遊戲是怎樣 暑期找一份工作 其實不是容易 因為你打得也不一定有 坦白說一句 我隨便說 因為暑期工作 那個《Paper Screening》不是很嚴謹 所以很多時候暑期工作 就會有些 你說關係就行 請一個全時間 香港是很公平的 請一個全時間工作 香港是很公平的 你打得 你真的透過考試 對 就是真的砌回來 但是 有些時候 有些關係 當然 很多是這樣的 很多 就算有關係都不一定行 不過你要過了那個基本 你過了那個基本 都有兩三個人過了 但是有兩三個人過了之後 誰能夠拿到那份工作 就要多個基本才有 聽完尚佳說現在僱主的情況 我們看到 因為節目差不多尾聲 兩位阿舒和阿Thomas 你對香港的大尊教育 特別是自知那塊 這一塊 你有什麼最想的期望 如果你有話想跟政府說 也好 跟社會說 你最關心的是什麼 有什麼想呼吸 對 代學生說 需要多些關顧 剛才說 我們做實習的學生 這幾年少了 他就告訴我 他說 我沒有時間出去 我要去賺錢 我要兼顧其他學科 但真的做完他 是聰明一點的 這個我覺得 就酬醬在於沒有很好的援助 沒有很好的支援 對 這個援助包括金錢 又其他的生活上可以支援 等等的東西 因為我覺得是需要政府承擔多些 幫助這群學生 Thomas 我想資源不足 令到甚至質素也有些差別 譬如一個UGT資金的程式 你可以有宿舍 可以有很多交易程式 可以有很多委託等等 但如果一個自己資金的程式 有很多東西 這些屬舍一定沒有 其他的東西要自己找 可能造成 質素可能有大分別 所以錢的資助也很重要 我們談了這麼久 今天似乎我們也有一個很重要的 想指出的 除了那18%之外 其實我們還有很多 20幾個% 30幾個%的青年人 其實他們都有打得的 他們需要歷練 需要支援 這樣才可以承托著 整個香港中南的發展 以及我們下一代的質素 希望香港的大專教育 可以做得更加的好 今天吃飽香港 我們就吃到這裡為止 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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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大家